亞洲女王劉忠田倒下 4月13日 忠王集團被迫從香港聯交所退市 一個14歲絕學的中國農村孩子 憑著借借的200元起家 最後成為中國首富的禮智故事 就此畫上句號 劉忠田的事業軌跡 緊隨時勢而起起落落 他幾乎踩中了中共不斷變化的每一個節拍 上世紀80年代初期 計劃經濟已走入死胡同 中共政府開始放鬆對經濟活動的束縛 向他定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 實施商品價格雙軌制 因此 亦成就了許多一夜報復的倒爺 中國經濟體制在一片混亂中轉型 冠商勾結的產物 倒爺成為那個年代的共同記憶 而劉忠田無疑是個成功的倒爺 他在雙軌制的機遇中 收獲的不僅是資本 還有與官員打交道的經驗 到80年代末期 雙規變單軌 政策變向之後 劉忠田轉身幹起實業 1989年他在遼寧省遼陽市 創辦一間化工廠 年僅25歲 後來又先後創辦了遼陽女製品廠 福田化工 澄澄塑塑膠等企業 1993年 劉忠田創立中港合資公司 遼寧中旺 專門生產建築用女权 而香港出資方 亦是它百分百控股的一個空殼公司 那個時候合資企業 可以享受額外的稅收優惠 這個佈局 亦意外為日後中旺集團 繞開中共10號文件限制 順利在香港上市 提供了便利條件 1994年 中旺建築用女权正式投放市場 剛好是 當年7月中共國務院頒發 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 隨即住房商品化 產業化體制在全中國全面鋪開 房地產開發商 和上下遊行業高歌猛進 當時業內流行一句話 要想法搞開發 自此 利用政府權力低買 高買的賭爺時代正式落幕 觀商尋下一器的滿星法大財時代來臨 伊托野蠻擴張的房地產行業 樓中田履營財生意越做越大 公司產能從零到超過10萬噸 只用了三年 他從一個14歲就在商界闖蕩的個體戶 逐步轉變為民營企業家 人生定位變了 他的眼界也變了 1996年 美國女業公司計劃通過拼購方式打開中國市場 經過幾年的調查和談判 2001年開出4億5千萬人民幣 約6千5百萬美元的高價 想全盤收購遼寧中旺 樓中田猶疑再三 最終都是拒絕了國際女業巨頭拋離的橄欖枝 他解釋說 經過幾年的接觸 我們已經掌握了 旅營財產業的發展規律和必要的客戶 企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在拒絕美女收購案的同時 他決定轉營造利潤更大的高端工業女劑壓財 2002年底 轉營計劃剛剛提上日程 就遭到幾乎中旺管理層的一致反對 其中最激烈的一個 是劉宗旺的包帝 時任宗旺總經理劉宗所 他認為工業旅投入巨大 要從零做起風險極不可控 當時建築旅營財市場 仍處於供不應求的階段 但國內生產工業旅材的廠商 卻是少之有少 並沒有成熟的規模化企業可以參照 2003年 劉宗田力排眾議 初步將工業女劑壓產品推向市場 並持續扣進設備擴大產能 那個時候距離他提出轉營設想已過了7年 期間投入數十億資金 除了購買大型設備 還招攬科技人員 產品研發等方面 做了大量投入 2008年 中旺產能超過53萬噸 威力全球第三 亞洲第一 他是多間國際知名汽車廠商的合作伙伴 亦是中國高速鐵路 動車組整車車體 鋁劑壓財的主要光影商 其產品廣泛應用於建造 運輸 機械設備 以及電力工程等領域 中共在當年底啟動一項4萬億投資計劃 以應對從美國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機 隔年2009年5月 中國中旺控股有限公司 成功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 並創下自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 全球資本市場最大一宗IPO 總務集金額達13億美元 劉忠田的身家亦因此飆漲到240億元人民幣 約35億美元 超過2008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首富劉永恆 此事亦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 完成上市後 劉忠田回到遼陽的中旺廠區 他對前來採訪的中國企業家雜誌記者說 他時刻不忘自己是個農民 記者在後來的報導中亦有議題到 劉忠田是個保持著農民本式的民營企業家 遼陽當地人說 劉忠田是一個念舊的人 諾朴時幫助過他的人 後來都受了他的恩惠 據公開的資料 劉忠田除了為及中旺集團所在地 徐家村的老若婦孺外 亦向地方政府、軍隊及官方號召的慈善項目 捐獻了巨額、資金、物品等 在劉忠田牟球公司嘗試期間 他同時進入中共政治精英俱樂部 從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 連續10年出任兩屆中國全國人大代表 期間每年的春天他都會和黨、政、軍、大員 匯聚到北京人民大會堂 聆聽中共領導人做工作報告 這是中共給予民營企業家最高的政治待遇 從2011年開始 劉忠田通過入股等方式進入金融領域 截至2018年 他通過旗下的公司 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著9間金融公司 其中包括銀行、保險公司 和融資租任公司等 然後劉忠田再通過這些金融機構 為自己融資 但到了2013年 中國政商界出現分水嶺 劉忠田的事業也由盛轉衰 從這個以後 他再沒有進入政治精英混雜的全國人代會 現任中共黨魁習近平 在2013年3月全面接手黨政、軍、大權 胡溫體制落幕 江澤民干政時代結束 正商界進入動盪的新舊權貴交替時期 前商界巨頭蕭建華、吳小暉等人 都是江澤民時代舊權貴的白手套 集派新貴登場之後 他們紛紛落馬 人才兩空 從賭爺到江澤民主政、干政時期的滿升法大財 前後共計30餘年 這個期間是官商勾結的高峰時期 到習近平執政之後 滲透變換大王旗 商界被動捲入政治的大清洗 因而遭遇慈餘之殃的雙股巨頭 不聲媒舉 劉忠田在2020年也差點捲入 豪車進故宮殺歡事件 當年1月 微博用戶路小寶LL 發布開越野車進北京故宮博物園的照片 以後在中國社會引發廣泛爭議 有人經梳理發現 這位博主原名高露 微博認證為某航空公司的空姐 他在美國的房屋產權 曾信託轉至樓中田前妻名下 高露是已故中共開國元老 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何長公的孫悉虎 劉忠田在起步階段 能夠準確地踩中每一步 國內經濟發展的節奏 但身處共產黨造成的 畸形經濟體制之內 幾乎每個豪商巨股 都不能免於權貴勢力的盆磨 有些乾脆充當他們的白手套 來到謀求富貴獲得一時的顯耀 但終究得不上失 中旺集團上市之後 劉忠田將眼光投向國際市場 當時中共政府提倡國內企業 走出去戰略 同時給予政策和財稅方面的支持 從2009年開始 中旺生產的工業旅財 憑著政府補貼 在全球打起價格戰 並迅速擴大所佔市場份額 導致國際上工業旅交易秩序面臨挑戰 但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太久 2010年下半年 美國商務部針對進口旅財 展開反傾銷、反補貼調查 隔年3月 商務部決定向來自中國的 旅營財徵收高額的 反傾銷及反補貼的關稅 其中針對中旺的反補貼稅 達到374.15% 從此之後 中國旅財出口總量銳減 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 劉忠田做出幾乎 裝送了中旺集團的錯誤決定 商人只顧追逐眼前利益 而失信失意 最終人財兩空的事例 再度上演 為逃避美國徵收懲罰性的 反傾銷、反補貼關稅 劉忠田先在墨西哥 創建一間鋁製品加工廠 然後將工業鋁裁運到墨西哥 再製成鋁托盤 運往位於美國加州的倉庫 在那裡重新加工 成可銷售的工業鋁裁 華爾街日報在2016年9月的一篇報道中爆料說 一名美國鋁業公司的高管聘請飛行員 在墨西哥沙漠深處進行航拍 令人震驚地發現 大約100萬噸女材 齊整地擺放在被鐵絲網圍著的工廠內 這批貨物價值於20億美元左右 佔全球庫存總量的6% 足以生產220萬輛福特F150皮卡 或770億個啤酒罐 經過幾年的調查 美國司法部於2019年5月起訴樓中田 指控它和其夥伴 後空學公司提供資金從中國中旺購買女材 然後賣給美國買家 在交易過程中掩蓋貨物的來源地 進而避開美國關稅長達10年之久 近2011年至2014年約3年時間 樓中田控制的幾間公司 向美國出口了220萬個女托盤 2022年4月美國聯邦地區法院做出最終裁決 因參與欺詐活動樓中田關聯的公司 被勒令支付18億3千萬美元罰款 同時判處樓中田5年緩刑 早在美國商務部針對進口女財 展開反傾銷調查之初 中旺集團就陷入長期的財務危機 股票在跌跌蕩中一路走低 後來由於未能披露2021年上半年的業績報告 在2021年8月被勒令停牌 今年4月13日 中旺集團被迫從香港聯交所集牌退市 當年樓中田敲鐘賞市時 以棄封法 如今卻黯然離場 正應了股份 人無信不立 國無信則需 宅改善 同時判決 此陣子 除非 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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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